好 那麼因為路客不能來 然後我們也不去 所以現在又要爭取 更多的旅客到台灣來 所以交通部他們突然宣布要 超過 因為台灣一年有超過 500萬的轉機旅客入境 所以他們是要讓他們免觀光簽證 就是入境要 轉機要等 然後在這個時間 趕快去台灣遊覽一下 那這樣到底能夠花多少錢 甚至還有人建議說 應該免費的他們遊覽一下 那也許有幾個時候 他會遊覽一下 但是會不會買東西 會不會就吃東西 或是會買多少 吃多少 那另外說可以借鑑新加坡 新加坡就這樣子 那另外因為現在說 我們希望今年有1200萬入境旅客 大家看最多的時候 我們曾經有1186 將近1200萬人次 的旅客 那後來最少的時候只剩下14萬 因為疫情 那現在說2013年 去年說希望達到600萬 那今年希望達到2400萬 對 1200萬 那到底能不能達到 所以媒體就說 你只是拚數目 但是主要要錢 要產值比較重要 你數目有什麼重要 另外王國財佑他每天變來變 他就說6月1號也不是絕對的日期 因為前兩天他宣布 從3月1號到5月31號的團 已經接了就算了 6月1號不能 絕對不能再出團了 第一個現在不能再接團 但是已經接的團 這兩個月就算了 6月1號覺得 你就是現在接了也不能給你出團 那現在就說6月1號不是絕對的日期 希望兩岸觀光能夠春暖花開 另外今天在 昨天在台南召開了 觀光協會的聯合會 業者就各種的抱怨 有的說你這個禁團令 讓大家都很慘 然後另外大家怪 說我們國內的旅遊太貴 還不如出國 國內為什麼會貴 他們說因為缺工 沒有工人 沒有工人 你就旅館鋪床 因為洗毛巾什麼 價錢都漲很高 所以讓國旅很冷清 所以業者就在那邊大吐苦水了 那麼另外 這個中國時報社論也說 王國塞拿數字虎爛什麼意思 他就說我們到道路 道路不來 我們就一年要賠多少錢 多少錢 他就講 他說台灣到韓國 韓國一年有95萬4 韓國只有74萬4 少了20萬來台 也是逆差 台灣有77萬7千人到泰國 泰國只有39萬4一半 那也是逆差 台灣85萬3到越南 越南只有38萬2 一半都不到來台灣 也是逆差 特別日本 到日本 這個我們對日本的逆差 大概有1410萬 1410億這麼多錢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年去400多萬人 他來只有90幾萬人 所以我們逆差300多萬人 用每個人花多少錢來算 1410億 那又是不禁止人到日本 說我們到日本有QOTA 不能超過100萬 因為他只來92萬 怎麼只對大陸算這個賬 那麼就是大家在看這個問題 還有一點就是說 為什麼台灣現在一年 會有500萬人轉機 因為長榮有幾個航空公司 他們非常有效率 讓轉機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大家希望不要等太久 因為你轉機不希望等太久 對不對 只要轉機的機票都便宜 假如我直飛到歐洲去 機票非常貴 如果說我願意在泰國轉一下 或是在哪裡轉一下 杜拜轉一下 機票就大幅降低 但是說轉機等很久 大家就很煩 長榮這航空公司 讓轉機非常快速 所以很多人願意到台灣來轉機 但它轉作很快速的時候 他有多少時間到外面去觀光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來 蘇惠 我講一下觀光兩樣情好了 我年前的時候去 跟朋友去曼谷 外國觀光客 尤其是歐美 日本 韓國 因為你到處聽到這些語言 非常非常多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一直感慨一件事情 台灣的觀光怎麼跟人家比 都已經恢復到疫情之前 然後回到台灣以後 剛好就過年了 到了大年初四的時候 我突然想說 在年假結束前去訂個旅館好了 去外線試玩一下 我朋友就說過年訂 一定訂不到 臨時才訂一定訂不到 錯 通通訂得到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新聞說 我們今年的春節的訂房率 史上新低 七成不到 六成半 對 這是非常非常低的 我記得去年根本就你只提前 連兩個月訂都訂不到 結果現在是當下訂都訂得到 所以這就是這個 我們台灣的觀光兩樣情 剛剛這個觀光署一個說 怎麼去年2023年 600萬人是達標 這個達標是什麼 只恢復疫情前的50% 因為疫情前最高已經 1千1百多萬人 可是反觀日本在去年 早就已經回到疫情前 而且甚至超標 日本去年10月的觀光客 有252萬人 比疫情前同期的10月的 249萬人還要多 所以人家已經恢復 而且有一點超標 結果我們只是到了一半 然後就認為說是達標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剛剛說的 觀光客不是只在拼量 還要拼值 每一個觀光客來台灣 它消費的能力是如何 這幾年我們為了取代陸客 不斷的開拓新南向 我們是用補助的方式 去希望說你們來台灣玩 花錢拜託他們來台灣玩 問題是他們來台灣會消費嗎 我們經過觀光局的統計 其實他們的消費力 真的大概只有陸客跟日本客的 三分之二不到 100多塊美金 他們都大概是230幾塊美金 所以你的量不足以 比得上這個觀光產值 所帶來的這個缺口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我們想要去爭取日本韓國的觀光客 但是去年大家發現日本人不愛來了 不愛來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台灣的通膨太厲害了 日本因為貨幣貶值 所以來台灣就覺得更貴了 平均我自己去吃也一樣 在日本吃一碗拉麵250塊日幣 在台灣吃一碗拉麵250塊台幣 那你會覺得 日本人他會覺得非常傻眼 台灣怎麼會比我們日本貴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台灣的觀光特色 人家說十年如一日 所以連那個最挺台灣的那個石板名副 都說來台灣玩十年來一次就好了 因為你來看到的樣子都是一樣的 在台北來說好了 101就這樣子 台北的地標到現在還是101 到現在還是故宮 到現在還是中央信仰 你沒有開發新的玩法 所以人家真的十年來一次就好了 你沒有辦法 像我們去日本年年都會想去 因為年年可能都有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們沒有趁疫情這幾年 把讓台灣的旅遊值得改變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你一味去封殺 過去對我們很友好的大陸觀光客 你現在希望人家再來 我說真的 即便通通開放了 現在很多大陸民眾也不願意來了 因為他覺得我們對他很不友善 陸長 回應一下 其實大家對台灣觀光的 所謂現況的檢討 基本上我覺得都講到點上了 我回應一下剛剛王國才講 這個6月1號不一定是絕對日期 其實他的意思 大家看包含蔡英文總統 跟陸委會的主委邱泰山 其實包含最近他們參加台商的 這個純久活動 其實都有在持續表達一個 其實是希望跟中國跟對岸 釋出善意的態度 包含邱泰山說 希望兩岸回到善意交流的狀況 其實總統蔡英文也講了類似的話 所以其實王國才的意思 他是沿著蔡英文跟邱泰山的說法 繼續往下來 就是說在這段時間 當然我們現在到5月31號 已經是設了一個這個deadline 他的意思其實是 如果這段時間 中國跟台灣這邊的互動 恢復到一個比較善意 比較友好的狀態 其實包含所謂的禁團令 其實也可以去鬆綁 也可以解禁 所以他意思是說 基本上王國才還是延伸了 政府的路線 再持續等於是有點跟對岸喊話 所以希望說 兩岸回到比較友善的狀態 我們禁團令也可以解除 包含所謂陸客來台灣部分 看是不是中國這邊 也來做一個開放 這樣對於整體觀光 兩岸交流 當然是一個正面的狀況 另外說提到 剛剛說包含 確實大家說國旅的部分 像現在包含我很多同年齡的朋友 甚至大家有時候出去玩 真的也會想說那我去日本好了 因為像剛剛講到 因為現在換日幣很便宜 才0.2而已 我去日本住一個很高級的 五星的飯店 去住一個這種很有歷史的 溫泉的民宿 其實大概一個晚上 可能包餐大概2萬日幣而已 我算一算 換回台幣 大概5000塊 但我現在去國旅 要是住一個好一點的房間 可能一個晚上 maybe要接近上萬元 所以大家一換算之下 日本人來台灣覺得很貴 對 我不想來台灣玩了 台灣人覺得說去日本好便宜 我們就一直去 所以確實是對國旅產生 一定的衝擊 但是當然也包含了很多成本面 包含剛剛講到缺工 所以這也是政府最近 我們跟印度簽了MOU 未來要去開放 引進部分的印度勞工 也是希望可以去緩解 這個缺工的狀況 可是沒有做服務業 不是 這個還要談 沒有 現在已經說了 不做服務業 旅館業爭取很久了 好像政府一支很猶豫 而且政府台灣不同 我們當然有不同的看法 觀光局可能願意開 但是內政府可能不願意 來 志豪 其實從疫情之後 兩岸很多航線 一些二線城市指導 其實都沒有恢復正常 現在這個淨團令來了之後 其實會更影響兩岸的 旅遊上的一個問題 其實兩岸要保持善意 我覺得交流是最重要的 那交流最基本的是什麼 其實就看旅遊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旅遊這一塊 尤其是淨團令 我是建議能夠儘快的 把它做一個這個解禁 我覺得會有比較幫助 回到看那五百萬 所謂過境旅客的問題 我過去在華航飛行的時候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就以美洲航線來講 絕大部分會經過台北 來轉機的旅客 絕大部分 我說絕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這個 所謂的東南亞 包含我們的印度的一些客人 那這些客人會選擇 以台北作為轉機 當然他也方便 第二點其實他便宜 剛剛這個邵光哥有講 他就這個便宜 那去試想這個邏輯 他們都是因為票價便宜 來做這個轉機 所以這一群族群 基本上他不太可能會提供 高消費的一個能力 所以你要指望這五百萬人 人次的這個轉機旅客 我個人認為是不實際 不實際 那再回來看看 為什麼台灣旅遊 還是這個樣子 我很多從事這個旅遊業的朋友 旅宿業的朋友 這是叫苦連天 基本上我們台灣的基礎建設 就沒有做得很好 你家日本 你要說 比方說我們坐地鐵來講 坐捷運來講 你用手機就可以就做了 在台灣現在還沒辦法 直接用手機來做 那另外來講 他所謂的剛剛這個 這個乃清姐也講了 他會變化 議員也講都會變化 不像我們台灣 永遠就這幾個景點 我有好多日朋友 也是這樣講 他說我來台灣很多變了 看來看去 還是這些東西 所以政府怎麼在基礎建設 還有你把旅遊景點 做一個汰換 或者做一個新的開發 像我那次去東京 我覺得他們有換了很多 新的景點 開發了很多新的建設 這是我們台灣政府 應該要做的事情 你這樣才能夠確實的 把旅遊業振興 然後把一些旅客 能夠把它拉回台灣來 我覺得主管觀光業的首長 王國才是沒有良心的 而且臉皮是真厚 講話都不會臉紅 因為他過去都講 航線東移了 是其中的原因是一 現在不講了 現在都講說 他說他們沒來我們去了 那不是等於是入朝還是入朝 在貿易的觀念上 是等於入朝 他說這個 因為後來引用了 發展觀光條例 其中的一條 就是說為什麼忽然間 禁止不可以去 因為你是那個條例裡頭 是說違反國家利益 大家就說違反國的大條 他說這個怎麼解釋 他說很簡單 他不來我們去 就是妨害國家利益 他可以擴充解釋到這種程度 這個你不來的時候 你們那個什麼 你們那個部分區的委員 我不好意思 他就是講說 我們臺灣為了反共 為了抗中 這個有一個大原則 在這個大原則 就好像霸王條款一樣 之下所有的措施 所有的政令 都可以從款解釋 這也太過了 我覺得我們大家要面對一個現實 就是所有的業者 還有其實我覺得民眾 大家只要誠實的面對 都可以知道 如果不是在2008年的時候 馬英九上台了 然後讓大陸的觀光客 到臺灣來 其實當時很多 什麼101也快經營不下去了 很多都經營不下去了 所以臺灣 就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大家面對現實說實話 只有大陸的民眾對臺灣 有那麼高度的興趣 他們才會花大筆的錢 到臺灣來做一個 比較長時間的旅遊 然後花大錢 所以擺明的 這就是這個現狀 就在於是說 你今天不開放臺灣的民眾 臺灣的觀光團到大陸去 大陸他也不可能像這個 黃國財還有鄭文燦講說 這個6月1號 這個不是一個很死的日期 只要大陸方面有善意的話 他們讓團來 我們就可以放團去 不可能 你今天不主動釋放善意 大陸不會放觀光團來的 所以所有的這些的 觀光行業業者 就過苦日子 他基本上 我也好奇 為什麼大陸不放觀光客來 那天我不是訪問李其樂 他放來就是我們的資源 他講得很清楚 他曾經在臺灣辦過一個旅遊展 大陸有9個省 要到臺灣來參展 當然推銷大陸的觀光景點 然後這9個省的觀光局的官員 都要跟得起來 我們把他們全部幹掉 官員通通不能來 我們就沒善意 就是你就沒有善意 然後這不急 然後後來我們在大陸辦一個旅遊展 我們的官員通通不去 他沒有不知道我們官員去 我們通通不去 他的官員通通幹掉 我的官員都不去 就前面有好幾樁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你根本沒有善意 所以火大 我開放觀光的時候 我不開放到臺灣去 他不是突然就 我就不開放觀光拿到臺灣去 前面有這樣的一件件一件的事情 這何必呢